我們今天要來繼續上我們的 2019第四季的第四堂課 進階班 那今天要來學什麼 修圖 修圖是不是 確定嗎 我們今天要來利用我們手機好用的一個APP 這個APP在我們處理照片的時候經常會用到 那對我而言 我的手機可能跟各位大同小異 可是我的手機 我相信我在用照相機這個部分用了很多 所以上一期我們中和班有教什麼 教一個很好用的APP 各位忘記了嗎 有來過同學記得嗎 Google photos 上一期教了Google photos 對不對 我們上一期教這個好不好用 有來過同學就知道嘛 很好用嘛對不對 好 上一期我在教的時候 我同時有講說我們還是要來學怎麼樣來做一些照片的編輯工作嘛 用哪個APP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這個APP喔 我們今天要講這個APP 那我問各位 為什麼上一期我沒有教要拖到這個時候來教 時間不夠 為什麼時間不夠 太多細節了 好 上一期有來同學就知道 Google photos 我預計啊 兩個小時把它教完 結果啊 我發現啊 問題太多了 好 我花了六個小時 還沒教完 好 而且有同學在笑啊 老師你的問題怎麼那麼多 不好意思 不是老師的問題 是坐在底下的人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開始講Google photo的時候才發現很多同學基本的東西都不懂 連這個照片是在上面還是在下面 聽懂嗎 在本機還是在雲端的server搞不清楚啊 開玩笑 這個潘朵拉盒子一打開 我發現糟糕 要教Google photo啊 要花了很多時間 結果我們這個就沒有教了 就很可惜 所以我們拖了將近兩個多月 今天終於有時間把這個趕快來教 因為這個非常好用 所以希望各位好好學啊 真的好好學 那沒有來同學就很可惜 不過可以看影片嘛 好 那為了要講這個 我給各位複習一下 上一次我們有講到 我們在做攝影 或是照相或編電影的時候有五個步驟 各位記不記得 It's 10.30 根據好萊塢 根據好萊塢 根據好萊塢的講法 各位看到沒有 我把這個講義的截圖 又傳給各位囉 截圖 來帥哥問一下 上一期你有沒有參加 有嗎 我是不是有講到五個程序 這是 第一個是什麼 發展 發展 對 那我教他什麼 準備喔 我把它寫來這邊好了 第一個先這樣做什麼 準備 先要發展做準備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做什麼 前期嘛對不對 再來呢 中期 中期對不對 再來呢 後製 後製對不對 再來呢 管理 數位管理 然後管理 是不是有五個程序 是不是有五個程序 這個跟今天講 都有沒有關係 那各位猜一下 我們今天是位在哪一個階段 第五個 一二三四五 後製 後製嘛對不對 誰講的 你講的嘛對不對 後製嘛 嚴格講起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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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哪他下之外 各位都在這個階段 叫什麼 因為你還要學喔 你還在學習嘛 學習怎麼樣去做後製 這樣了解嗎 你還在這個階段喔 你還在準備 聽懂嗎 為什麼 因為你坐在這邊 就要準備 你要接下去 你要去照相 或是拍影片的時候 你要幹嘛 要有足夠的knowledge啊 足夠的技能喔 你才能善用你手中的一個什麼 什麼機器 手機 手機 又當作什麼 攝影機喔 聽懂嗎 各位 現在還有沒有人 拿你的其他的 小的數位相機 數碼相機 我會 我會嘛 那 大部分同學都不會啦 為什麼 手機方便更方便 手機精密 現在手機喔 我給各位講 你如果現在去買一個手機 會比你買那個傻瓜的 我不是講哪 那種攝影協會那種專業的喔 萬元起調的喔 我不是講那個 你一般那種數碼相機啊 便宜 沒有你手機來的更完整 對 你相不相信 你知道現在新的iPhone出來後面有幾個鏡頭 三個 三個 為什麼要三個 超廣角比較多鏡頭 廣角鏡 對 對 你就可以拿來應付各種狀況嘛 那你以前買那種數位相機 還沒有那麼多鏡頭可以用喔 可不可以換鏡頭 可以 可以加 你買那個數碼相機可以換鏡頭 不能 除非是單一眼相機啦 那個就很貴了嘛 我講是比較普通那種傻瓜相機 是不能換鏡頭 可是你現在那只有一個鏡頭 還沒有你現在去買一個新的手機的鏡頭來的好用啊 所以在我來看 手機遲早 應該是說已經把那個數碼相機淘汰了 為什麼 我剛剛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嘛 因為你出門時候你帶一個手機 你就不需要帶那個數碼相機 因為他比他更好用啊 還有第二個問題喔 你拿那個數碼相機 照完照片以後怎麼辦 衝洗 衝洗嘛 對不對 那是古早期待嘛 古早期待聽懂嗎 那個是十多年前 自從到了數碼 你就必須要去處理啊 要去處理啊 有沒有 後製或處理啊 你怎麼處理 你是不是要把那個memory card拿出來 放到電腦上嘛 嗯 很麻煩喔 你現在手機直接照完 如果你上次來學過這個 它會怎麼樣 可以馬上去 對 進到cloud嘛 上到雲端嘛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啊 我們在教的時候 本來要教這麼多 後來我重點會放在這邊喔 我們上一期 老師有講一句很有名的話 是什麼 不用管理就是管理 什麼 最好的管理 是什麼 不要管理 就是不要去管理 老師你在講什麼 哲理太深了 來我們請我們 Joyce你有沒有打瞌睡 什麼叫做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用管理 對 因為你找對工具嘛 這工具有個特性喔 台語叫什麼 雞婆 台語叫雞婆 有沒有 它很雞婆啊 所有東西都把你做好 你就不要管理 你只要會用它 對不對 它就管理 所以我們上一期講這個東西 主要重點在這 那我們今天要講這個 那老師這個 這個金句啊 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用管理 要記住喔 這是在講Google波多 可是還是有個前提啊 你找對工具之外 你還要會用嘛 對不對 那這個金句還有下一句喔 盡信書 不如書 但是 各位都忘了嗎 盡信書不如書 後面有一個前提喔 但是要找對老師 你可以不用看書 可是你要找對老師 聽懂嗎 否則你不看書 你也學不會啊 那你就問別人 如果別人不能教你 甚至他會誤你喔 會不會 會下十八成地獄的喔 所以我當這個職業很小 要很小心 因為風險太大了 不小心會下十八成地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APP 是不是已經安裝好了 有沒有用過 有沒有用過 沒用過 沒用過就很可惜 我們要來 這個APP主要是用在哪邊 用這個 再後製 對 後製 講到這個 我就想起來上一次喔 那 有一位 有一位專業的坐在下面 我不知道 沒有中 沒有中 中期 沒有中字 我上次是寫中字嘛 有沒有 各位知道什麼叫中字嗎 中字就是去拍呀 後來我才知道那位何先生是電影專業重演人員嘛 他說沒有中字 後來我發現我老師講話講得太快了 有沒有 太 mean 是有中字 不是沒有中字 這個東西不是我講 是好萊塢的電影協會提出來的喔 不是我講 我何德何德 請問我是好萊塢的大導演 當然不是啊 那我怎麼知道 Wikipedia 對 Wikipedia上面寫的嘛 有沒有 上一次那個同學就好像兩眼迷惑告訴我 似乎在告訴我 老師沒有中字 只有中影 中影聽過嗎 中什麼 中影啊 中影啊 中影聽不懂啊 最近被整得很慘啊 國庫都打褲啊 國庫都打褲啊 對 只有中影沒有中字啊 開玩笑 是有中字啊 中字是什麼意思 中字是什麼意思 其中 中國製造 他就照片錄影 什麼叫其中 你不要亂講 你什麼其中 中其製造 中字就是你去拍片 就是拍片 所以今天有時間我會講這個 當然我主要重點不再講這個 我一直在強調 你真的要學中字就是怎麼把照片拍好 可以參加攝影學會 我們台灣會玩有這個攝影學會 不過我為了要講這個 所以我今天會講一部分這個 你了解嗎 那我們要不要講這個啊 要 為什麼啊 因為鏡門不會的話 你那個中字就 所以我們今天會講一些概念 因為前期是你有一些構圖的 一些idea 比如說 我們牆壁上每一張照片 你可以看到它都看起來是很 怎麼樣 掃心 對 跟你拍起來一不一樣 你拍起來看起來構圖就怪怪了 Something wrong 有沒有 Something wrong 可是你都說不出來 不過我們請拿它下來一評比就知道 人家有學過啊 這個構圖很重要啊 聽懂嗎 一個照片照得好照不好 當然有很多因素嘛 美感 美感 很重要 對 那沒有美感怎麼辦 就經驗啊 經驗 這個不是照多就會了 這是天神的 照很多就會變成郎記山嗎 那我照就是郎記山了 聽懂嗎 我照片照很多 Google photo上面已經有 六七萬張了 Google photo你六七萬張 你聽 不是照多你一定會喔 聽懂嗎 我們以前常常講說 你多做就會變成什麼大事 那是錯的 你要 孔子講啊 學而不思 則往 思而不學 則待 你要 學 你還要去做 你還要去思考 懂為什麼 一張照片為什麼照得好 我們要去思考 它有一些必要條件 我今天就要來教各位 有一些必要條件喔 除了構圖 你怎麼樣的balance 怎麼樣引導觀眾 去看到你所要表達的一個重點 focus在哪邊 這都是你要學的 這都在中字喔 這都在中字喔 ok 這樣了解嗎 好 那你們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的APP是這個嘛 所以我們是這一層 對不對 那我們照相以後 用這個就可以去修改照片 達到後製的一個效果 懂嗎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各位知道我們在照相或是攝影 或是你做電影的時候 你都會需要一些這些過程 對不對 嗯 有人說不對啊 老師我上去拿起來就拍了啊 對不對 那就是我剛剛講的啊 那你音訊好就拍漂亮啊 音訊不好就拍漂亮 如果你要真的去講究攝影的話 你必須要知道這個程序喔 這個程序是我們在做這個攝影的時候 必須要去思考 好 我們今天會重點在這 上一期我們講了很多這個嘛 那當我今天 花一點時間來教大家怎麼照相 甚至我可以請拿它下來分享一下 怎麼樣拍出美美的照片 沒有那麼厲害啦 沒有那麼厲害 太謙虛了 可是各位不用擔心 我今天要來教各位 萬一拍不好 你還有補救喔 有兩種辦法 抵力 怎麼補救 來 各位猜猜看 怎麼補救 抵力不是那個太消極了 修圖 如果拍不好 在中置這部分你拍不好對不對 你就可以進到後置來改 這是一種方法嘛 那還有一種方法呢 老師用那個美顏 那是後置嘛對不對 後置 我的問題是 當你照相啊 你都已經準備好開始拍 可是有時候還是拍不好嘛 那你有兩種選擇 一種就是進到後置裡面去改 另外一種呢 接受不完美的 小時候有唱過一條歌啊 各位都沒唱過嗎 仔絲一吃 聽懂嗎 你們小學的跟我們變得不一樣嗎 仔絲一吃 老師唱的不好聽 再回到現場再照嘛 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問題是有時候 你沒有時間回到現場 不太可能嘛 比如說我兒子結婚時候 我幫他照啊 回來我照不好 我就回頭 再接一次 再接一次 這意思是條件許可的 你再回去啊 可是你沒有這個idea 你再回去試還是拍不好 所以最好 你再回去的時候光線已經不見了 對 各種條件都會改變嘛 這是老師講的另外一個名言 什麼叫做唯一的真理 唯一的真理是什麼 唯一的真理是什麼 一直在變 唯一的真理是什麼 一直在變 一直在變 所以你再回頭去拍 就不是原來那個情況嘛 對不對 兒子生下來不能再把它塞回去 好 所以我們還是要來學怎麼後製 有沒有 好 我們來看一下講義 看一下講義 各位 如果你真的要學好後製 你這些名詞 你要花時間去了解喔 我們看一下第一頁 影像微調 什麼叫影像微調 在我們那個第一頁的寫體字 工具濾鏡和臉部 有沒有看到 有 影像微調是不是第一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 影像微調它講到 什麼 曝光跟色彩 對 什麼叫曝光紫和色彩 亮 光現在發 亮度 這個我們在講中式的喔 來我問一下拿它一下 曝光紫跟色彩是什麼意思 曝光紫是一個明暗對比 明暗對比 是彩度的一個 好 這不叫上英文啊 一個是 exposed value 對不對 一個是color 那這兩個在攝影上面 我們有什麼要注意的 曝光是不是叫剛好 對不對 對啊 什麼叫剛好 不亮不暗嗎 也不是不亮不暗 不亮不暗 就沒有一個對比 就沒有立體感 好 太暗的地方 但是暗的地方 完全沒有細節 好 所以也不能過曝 但是也不能過曝 過曝的話幾乎是沒有可以救 救不回來 各位聽懂嗎 真的聽懂嗎 沒有 沒有聽懂是很正常的 因為他講的已經超過我們的程度 反譯 反譯對 這就是老師要講白話文 因為他是文言言文嘛 我講白話 就是曝光值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們人 眼睛可以看到東西是有什麼 因為有什麼 有亮度 對 有光嘛 有亮度嘛 如果沒有光線 你看得到東西嗎 看不到 除非你有想像 所以這光線 在這照片裡面 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剛剛他講 不能過曝 也不能過暗 這樣懂嗎 不能太亮 也不能太暗 那什麼時候要太亮 什麼時候要太暗 不一定嘛 各位還是可以看到 這邊裡面有一些照片是很暗 才凸顯主題 有沒有 好 然後我們來講色彩 什麼叫色彩 來 拿他一下 再請專業文言文講 講一下 什麼叫色彩 色彩呢 它有這個 顏色的濃度 就純色到 因為 我不知道怎麼講得很白喔 通常色彩在 在攝影裡面 它有分256個階嘛 那是一個色階 那你色彩就有色相啊 還有 飽和啦 飽和 飽和度啦 很多啦 還有一個這個喔 色溫有沒有聽過 色溫啦 那個 white balance 那個white balance 跟色溫又是另外一回事喔 色彩有沒有溫度 有 有沒有溫度 會比較燙 會比較冰嗎 暖 不是吧 它就是軟色什麼 對 軟色系 還有一個是 冷色系 什麼時候要用軟色系 什麼時候用冷色系 對 什麼時候要用冷色系 對 什麼時候要用冷色系 各位要想清楚 因為我們馬上要教這個啊 怎麼做 蛤 我問一下 什麼時候要用冷色系 如果你去拍一部恐怖片 在陰暗的時候吧 清晨啊 或者是半月 曾子有沒有聽過 曾子 曾子有沒有聽過 曾子有沒有聽過 鬼店 從電池裡面跑出來 對從電池裡面跑出來 他臉是什麼 青色 青色 青的發 青的發 發藍喔 藍光喔 那個就是冷色系啊 冷色系 因為一看了哇 毛骨手染 很冷喔 聽懂嗎 就像老師講的笑話一樣 很冷啊 聽懂嗎 那什麼時候是 暖色系 高興的系 高興 很簡單 你出去 曬到太陽 感覺溫暖 那什麼 金黃色那種 很溫馨的 像現在秋天就是屬於暖色系 去拍的片子的話 大部分拍攝都是屬於暖色系 秋夜 比如說你現在到我們妹妹是那個 去拍 楓夜 楓夜那種都是屬於暖色系 對他講的沒有錯 不過我還是要補充一點啊 那跟陽光有關啊 如果我們在講暖色系 通常都是黃昏的時候 陽光照到主體上 感覺到很溫暖 你看這照片就感覺說 很溫暖的感覺 跟看針紙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 好 那色彩可不可以 我們剛剛講 曝光質跟色彩這些濃度 溫度可不可以利用後製來調 可以 怎麼調 你就要學這個嘛 這樣懂嗎 我們沒有辦法教你怎麼樣 拍很好的照片 但是我們要教你怎麼樣去做一些調整 這樣了解嗎 這是我們講講義的 第一條啊 他講的第一條是什麼 影像微調 可不可以去改變你的照片 的這個兩個字 可以嗎 我提醒各位啊 一個照相機啊 就像一個人的什麼 眼睛 你的手機 的照相機 是不是像眼睛 眼 不只喔 各位仔細想想 你的傻瓜相機 我剛剛不是有比較嗎 你的傻瓜相機就好像是一個眼睛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有鏡頭 有沒有 有 有 光線 喔光線是外來 有鏡頭對不對 有鏡頭蓋 有沒有 我們臉皮就是鏡頭蓋嘛 有沒有 還有四網膜 還有水晶體喔 還有瞳孔喔 聽懂嗎 你的眼睛裡面很多東西 還有血管喔 去收集這些訊息 然後丟到大腦 所以你的眼睛就像 可是你的手機不只是眼睛 因為裡面還有CPU 還有腦喔 聽懂嗎 你的手機比那個照相機 是不是更好 我剛剛已經講了 不只是因為它隨身攜帶方便 不只是因為它鏡頭做得好 它裡面還有很多軟體 軟體是什麼 這一層喔 聽懂嗎 軟體是這一層喔 這個是基礎板講的吧 對不對 如果你不懂還是要回到基礎板 不只是硬體而已喔 所以你的手機現在越做越強喔 它的CPU解算非常強 比撒發相機強喔 撒發相機裡面有個小CPU 可是它不夠強 然而它再加上它的APP 照相機的APP裡面有很多很強 去補足它的硬體不足喔 所以我現在在看 你看這個手機越做越強 非常非常厲害 好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的手機都可以取代你的 以前那個傻瓜相機 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 強化細節 剪裁旋轉 四腳 白平衡 剛剛有講到白平衡嗎 什麼叫白平衡 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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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有用灰度來做一個比較18% 它去調整那個色彩平衡 它整個照片裡面的顏色 會把它恢復到正常的顏色 這樣講是對 不過我要補充一點喔 我要補充一點 這白平衡重要 重要 為什麼重要 因為老師講的嗎 老師講的 老師還沒講嗎 老師只是問 我還沒有講嗎 當你懂的時候就很重要 你不懂 重不重要都不重要了 當你不懂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重要 因為你搞不清楚 那什麼叫白平衡嗎 白平衡喔 我來解釋 剛剛它有講 我還是用白髮我歡迎 我們剛剛講 你的照樣器是不是像一個眼睛 是不是啊 是嘛 你眼睛是不是可以看到物體 我剛剛有光線嘛 你可以看到物體是因為有光嘛 然後物體上面是不是有顏色 沒錯吧 所以這顏色進到你的腦袋裡面 就成像喔 成像聽懂嗎 成像就是有一部 就是有一個影像出來 成像 老師講的太專業了 對 是成像不是成龍 OK 成像就是一個image跑出來 在你腦袋裡面嘛 那這個 你腦袋裡面那個image 是有顏色還是沒有顏色 有 有沒有 有顏色 你腦袋裡面的顏色 跟別人腦袋裡面 看到同樣物體的顏色 也不一樣 應該一樣吧 不一樣 但是我們也無從比較 可是照相機出來的顏色 跟你腦袋顏色有點不一樣 是有點不一樣 是有點不一樣吧 是有點不一樣 那怎麼辦 調整 用色溫去調整 色溫跟白平衡 平衡 白平衡喔 比如我們看白色 各位有沒有刷油漆的經驗 有 有嗎 如果去Home Depot 像我是自己刷 我去Home Depot 用眼睛看到那個漆 只是白漆喔 我不講別的 那個白 他就問我你要哪一種白 天啊 二十幾種白喔 對很多 我就挑我眼睛看到拿回家 就不一樣 跟牆壁上不一樣 怎麼辦 你看 窄濕一隻 哈哈 把牆壁的漆刮一塊回來 帶到Home Depot 用電腦去比 那個白是什麼白 聽懂嗎 所以你眼睛看到的色彩 跟照相機出來的絕對不一樣喔 這樣講對不對 照相機拍的時候 你會受光線的影響 那顏色會變化 喔 不是這個意思 是因為照相機可能會失真喔 如果我們腦袋裡面的顏色是為真的話 總要有個比較嘛 如果我們希望我們看到的東西 跟照出來的東西是一致的喔 那很難嘛 對很難嘛 所以這就要用這個白平衡 通常都像這樣的時候 他們印刷廠就會用色票去比照那個號碼 對 我們還不講到印刷廠 我而是說你照片你眼睛看到 跟實際上你看到的東西不太一樣嘛 會不會有這種現象 那怎麼辦 對 對 你照相機照出來的東西 除了受光線影響 它色彩出來的會跟你肉眼看到的 會失真 會不一樣嘛 那如果你懂我的道理 你就可以用這些東西去調成比較接近你想要的顏色 這樣了解嗎 這有白平衡 好 來 我們再繼續看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全部都講了 但是我把幾個重點給各位看一下 那真的各位真的要學啊 那可以上很久的課 我們可以請那個 各位可以去上色彩協會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再往下看有筆刷局部有沒有 修復 好 我們今天就要來 花很多重點來講修復 什麼叫修復 蛤 移除照片中的不樹之客 對 對 這就是老師剛剛講的四個字 雪中送他 為什麼叫雪中送他 因為你照相出來一定會照到有不好的地方嘛 會不會有不好的地方 有 那怎麼辦 修改修改 對 修改修改 Photoshop Photoshop 要不要錢 要 當然要錢啊 Photoshop很貴耶 很貴 Photoshop很貴 你們去兒大師傅不要錢 可是 照我來看 我在兒大師傅教課對不對 老師有沒有薪水 有啊 內工有有沒有薪水 教室要不要錢 那為什麼你去不要錢 你沒想過這問題嗎 政府給的了 誰說是你口袋掏出來講的稅 怎麼會是政府給的 稅 所以 講了半天是你自己掏掉飯 我在兒大師傅教 我就有感覺 哇 這個軟體太強了 可是 我要讓學生回家練習 抱歉 回到家沒辦法練習 他來 來上課 不要繳錢 你叫他花了兩三百塊 去買個follow chart 裝在家裡面嗎 不可能 那怎麼辦 各位怎麼辦 不需要 浪費資源 那就等現在來上 用手機 找這個軟體 要不要錢 不要 我也不要錢 老師叫了APP 有個特色 什麼特色 免費 你先盡量找免費 CP值很高 為什麼叫CP值很高 好用 又容易學 又幾乎每天都要用到 然後你又不用花錢 這樣好不好 好 我來台灣會晚交的時候 我就交了 沒有辦法交副都下來 因為在台灣會晚沒有那麼有錢 因為那電腦也要裝嘛 那自己帶電腦來就沒有辦法學 那我教什麼 各位猜猜看 皮卡薩 十多年前我教皮卡薩 皮卡薩 皮卡薩好不好用 好用 你如果有學就知道很好用 可是現在沒有了 皮卡薩為什麼沒有了 又被Google 又被Google買走了 你看Google怎麼討厭 一買走了 它就不繼續發展了 為什麼 因為它併到這邊來了 可是修圖這個部分併過來以後 我一直不滿意 直到Google把這家買下來 買下來以後 他們那個團隊啊 繼續在那邊研發 所以現在你可以看到這個功能非常非常強 我們等一下要來秀給各位看 你把手機打開 裡面的工具太多了 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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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就多到你根本用不完啦 都不要錢 而且都非常強 所以很值得學 我把我手機打開 把講義叫出來 好 講義叫出來 好 各位是不是看到右邊 是不是我的講義 我把它放橫好了 各位是不是可以看到我把講義放到我的大電視上來 是不是很清楚 我們來看page2 剛剛我們講完第一頁了嘛 各位回去看 我沒有每個功能都講 每個功能都講完 就已經三個小時了 我們只能挑重點講 各位要怎麼樣 舉一 反三 反三 有沒有 所以我們花一個小時 各位就要回去練習三個小時 打開APP之後 照片週間的加號對不對 就可以開啟到修圖 有沒有 然後這邊我 有沒有 這是我在我們家後院造的什麼 火龍果 你們加油 火龍果花 有沒有 好 然後咧 這個 找出來以後 我們進到這個 進到APP 找到某一張照片 有沒有 底下 我給各位看到 底下是不是有四個按鈕 嗯 是不是有 有沒有四個按鈕 有 分別是什麼 從右邊數過來 確認 確認 有自動校正 編輯工具 還有一個叫X鈕 有沒有看到 X鈕是什麼意思 關掉 插插鈕 關掉 然後我們再來看上面 各位看上面 上面老師又 然後 不要看花 要看老師 什麼地方 老師畫出了重點 有沒有 老師畫出了重點 這叫什麼 修改數值 這叫什麼量 修改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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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數值是什麼意思 這個參數 亮度 比如說這個brightness 有沒有 0是什麼意思 原來的 我們剛剛講 是不是有光線 曝光值嘛 曝光值如果照出來以後 你照片進來多少光 為基準 那是0 如果往上加光 對不對 它會變什麼 加 加1 加2 加3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覺得太亮 你要把曝光值這樣低 有沒有 減 減1 減2 等一下怎麼操作我會告訴各位 我先告訴各位 等一下操作的時候 你就要看到這個地方 因為它會改變它的量 這樣了解嗎 改變量度 是不是 對 改變數值 這個數值代表什麼 因為號碼 量高低 量的多少 代表效果 效果 效果聽懂嗎 就是你要做出了一個特效 或是改變了一個量 比如說在這邊是什麼效果 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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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懂嗎 那右邊呢 對比 對比 比對扭是什麼意思 對 一個改之前一個改之前 對 就是我們去修改照片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改之前跟改之後它會變嗎 有沒有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對比 就好像你如果去減肥的時候 有沒有 減肥完以後 它會給你兩張照片 所以 減肥診所嘛 兩張照片對比 你才可以看到減肥前減肥後 各位沒有減過肥嗎 沒有 好 我們來看一下右邊 右邊是什麼東西 編輯工具 對 你要把tools按下去 它就會跑出這些工具 這些工具 在老師的講義的第一頁 有沒有 列了很多 分別在這上面 這是中文還是英文的 英文的 那這邊是中文還是英文的 中文 對 所以你就可以中醫對照嘛 有沒有 這樣了解嗎 或者是你可以 如果你不喜歡英文 你就去裝中文版本的 或者是你不喜歡英文 你不喜歡中文 有沒有 那就裝英文版本 那老師是裝哪一個版本 英文 因為英文比較好用嘛 這樣懂是嗎 因為有些東西它翻譯不出來 那也沒有必要全部翻譯出來 也沒有必要 這樣了解嗎 也沒有必要 好 這個是我們講義上面 那在下面來看這兩個圖 這個圖是什麼 當我們修改完以後 我們決定要把它保留下來的時候 我們就按這個 它就會出現這些 好 譬如說可以分享到別的地方 或不同的存檔方式 這樣了解嗎 好 再來這邊第二個圖就是 我們選到一個什麼 剛剛講的叫做修復工具 修復工具 看到沒 英文叫什麼 在修復工具 在修復工具裡面的什麼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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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不出來嗎 這個治療是什麼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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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兩盒OK棒 OK棒 聽懂嗎 為什麼要貼OK棒 治療 治療 因為受傷 還有一種情況要貼OK棒是什麼 某個部位你不想讓人家看就貼上OK棒 聽不懂啊 比如說我這邊長個痘痘我不想讓人家看我就貼 要貼什麼肉色的嘛 好 再來把這兩個圖看完 我們就要來操作一下 這是什麼意思 老師把這個圖給各位了 這是操作的截圖 我們在操作軟體的時候 要用手指頭去修改這個補丁有沒有 所以我這邊有寫編輯區有沒有 編輯完以後就會像這樣子然後按確認 這樣會不會 老師講完了 可以做了嗎 可以下課了 不會做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